硬硬的概念以后我们可以回来再讨论材料的破坏准则 我们先来讨论比较容易理解的脆性材料的破坏 我们刚刚有谈过脆性材料通常是一个脏硬硬的破坏 所以从刚刚那个莫远的观念 我们要来比较 因为脆性材料是一个脏硬破坏 所以我们应该去比较 我再把问题我们的问题再描述一下 你现在有个问题 你现在有个body承受外力 那你现在要检视某一个点 它到底是不是破坏 那你来看看这个点 它的硬硬 那因为这硬硬跟你的坐标有关系 所以你要去找出它的最大张硬力出来 你要去找到它的最大张硬力 最大张硬力出来 Sigma1 我们看看它是不是会带这个材料 能够忍受的最大的张硬力 那我们知道 这材料能够忍受最大的张硬力 事实上就是你在做单左拉伸实验的时候 看它什么时候破坏掉 这个SigmaF 所以很简单 我们去比较 它是不是这个最大的张硬力 是不是大于 Factual Point 我把它写在这个地方 所以这个脆性材料的扣外准则 比较容易了解 你看看它的最大阻应力 那当然你必须要先把最大阻应力找出来 这通常 通常ANSY是可以直接 直接 output 每一个点每一个点 它最大阻应力是多少 Sigma1多少 Sigma2多少 Sigma3多少 都会output出来 那你通常 当然最关心的大概是Sigma1 所以你把Sigma1找出来以后 看看 那看看它是不是大于 你这个材料的Factual Point 如果是的话 那么代表 符合了这个脆性材料的破坏准则